我是在 我的研究生是在帕尔玛音乐学院 在意大利的帕尔玛皇家音乐学院 你们知道 我就说到这 我就跟大家延伸一些 我的一些知识点 我在帕尔玛音乐学院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节奏是一门课 就是这个是我确实在国内音乐学院 没有单独的去上过这个课 我在国内音乐学院都是混到一节课 就是我们的这个 试唱链耳嘛 对不对 试唱链耳是一节课对吧 当然在国外可不是 国外是节奏之单独的一节课 这节课我们就叫Ritmo Ritmo 节奏的意思 那这一节课的时候 老师会给我们好多千变万化的节奏 不仅是我们常见的 规律性的44拍 什么42拍 86拍 43拍 它还会出现 87拍 还有这个 还有87拍 85拍都有 还有45拍 就它都有这种 这种分拍 也不管有整拍 有分拍 特别练你的反应 而且我们在 帕尔玛入学的时候 还要考这个 而节奏 这是一方面 而且我们有时候 会让你双手戏 协作 就这个时候 会打一段旋律 这个时候打一段旋律 其实这个也练你的钢琴 你在钢琴里弹的时候 是不是 左右手的协调能力是很强 它们的节奏也不一样啊 左手有可能是爬音 右手可能就是和弦云 它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练你的节奏 所以同学们 你们也要去掌握 钢琴的一些演奏 掌握一门乐器 对你们的节奏 也是很有帮助的 你看为什么在院团也好 在这个音乐学院也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因为当然可能我们的 一考生比较多 已经进了大学的同学们 有没有发现 通常这个管弦系啊 管弦系 然后钢琴系 民乐系 就是这些乐器类的啊 包括作曲系的一些同学们 有的时候会吐槽一下 我们声歌系的同学 会吐槽一下就是 声乐系的节奏都不好 他们为什么这样觉得呢 就觉得我们的音乐基础很差 知道吗 就是有的时候 你看管弦系的同学们 他们是拉交响乐 对不对 有时候你跟他们去 合交响乐队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声乐的学生 总是进不去 要不我就晚一点 要不我就早一点 卡了吗 卡了吗 有同学说卡了 有没有同学 听这个别的系的同学 吐槽过我们声歌系的 有给廖儿打个666 不卡 OK 没卡 OK 有的给廖儿打个666 有没有听人吐槽过我们唱歌的 你们唱歌节奏最差了 节奏太差了 真的有听过 你看 我们有几个同学 给廖儿打666 谢谢啊 66666 是的 一开始我还特不服 我们为什么节奏差啊 我们节奏才不差 我们那时候抒发感情 我们到那段时候 你非得让我像机器人那样唱吗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像机器人这样唱 我不是机器人吗 然后我们还去跟他去吐槽 对不对 他说你看你那个高音 你已经站到我们乐队 不知道是往下拉 还是不往下拉了 比如说谱子上 是写了个Fermata 写了个什么 无限延长 他非要 就是延长到自己 你看我这个高音多辉煌 拖到不能再拖 乐队已经无法接下去了 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这个人的节奏 他要干嘛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音乐基础 没有打好 我们是要按牌子唱 没毛病 包括李尔刚才做的 我已经知道 你们可知道 对不对 这个菲拉罗婚礼里面的 女中音的 这个永弹调 我们是要按节奏唱 这点没毛病 但是在节奏当中 我们要做一些感情 不能脱离开这个 节奏的这个尺子 像有一把尺 这个尺子卡在那的 你不能随心唱 你看你突然把一句拉长 一句又缩短 那你不要告诉我说 老师我要做 我要做伸缩 我做伸缩 并不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同学们 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严谨的学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尺子 拍子就摆在这 我们的谱面 OK 给大家拿一个谱子 做个示范 OK 比如说这个 爱情像一只 爱情像一只 满皮的小鸟 那我拿到这个谱子 我首先看 一个降号 一个降号 F 然后42拍 OK 是个42拍的一个节奏 那你到时候唱的时候 你不能随着 就在这个拍子里 OK 然后它上面会写的什么 小快版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能拖 一定要想着它这个音乐 对不对 它是 它是在这个尺子里 做的性感 它不能跨过这个尺子 盖得到没有 盖得到没有 两个点 所以包括我刚刚说的 Voykes 聊着就聊着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 我有的时候 我要是当评委 我突然在看这个学生 我就觉得这个学生 这个节奏 这个差呀 我的心跳都会跟着他 慌 我心都会慌 感觉 特别快 然后遇到他特别想站的乐剧 他又特别的慢 这样就不好 还有一点就是你无限的去慢 无限的去改变你的节奏 你的技术也会受到影响 技术要直接到 而且你是 你是拉那么一下才到 你这样拖慢了你的拍子 我遇到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喜欢拖拍子 那这一点 李老师我曾经也是这样的 我也有过 因为你总是觉得你的技术 好像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那个 这一声我还没唱完呢 怎么就到 怎么就开始下一句了 我还没有唱完这一句呢 是不是 哎 冠夫姐姐来了 我打赏了李思琪一个魔法书 谢谢 谢谢陈老师 谢谢姐姐 OK 对 你看 所以说你不要在一个音上 无止境的去站 所以你当你这个节奏 就我们的Rhythm 如果你把它训练好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技术也好了 你会 你会学到一个 意大利语叫 就是直接到 我们在国外学的时候 经常跟我们讲这个词 直接 这个词翻译成 中文还有一个词是 直的 简直的 如果别人 你跟别人问路 他会说 就是直着走 就到那个地方了 所以你不要拐 那么多的弯 能不能get到 OK OK 所以这是一个节奏上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我会训练的 我会训练的 我会训练的